《交通部行政院正式核定》 現在交通部行政院正式核定 核定行政院中央的補助款項是63億3600萬 我們高雄市政府必須自己出資 大概是100億億 高雄市政府出100億 中央出63億 比我們原來第一次核定的增加了20億 所以我們很高興 等一下捷運局會把這個細節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這是高雄與城市的提升很大的大勢 我們非常感謝行政院在這個過程之中 詳細經建會交通部還有相關的部會 所以對高雄市不公平的協助我們非常感謝 報告就是高雄環段輕軌修正案 那行政院在昨天我們正式接到核定的盤 那行政院是按照我們報的修正計畫這樣通過 那當中從去年11月8號市長在震撼碼頭宣示 環段輕軌將水原輕軌納入之後 那經過將近一年審查 那我們終於得到實際同意 那再次也非常感謝中央還有本世界所有的立委 還有我們市長的指示 那我們這樣子呢 目前我們就開始就可以正式發報 那目前已經在11月16號 我們就正式第二次的公告 那在12月17號我們會決標 那預定大概是明年初 我們就被評選最右洋廠商 那原先我們在招標時候也第一次有一家 那我們依照採購法 我們第二次呢我們不一定要三家 所以有一家以上我們就可以稍微招標 那未來我們的任務呢 就希望能夠增援出右洋廠商 我們希望也能夠在104年能夠如期如期的萬公投資 那經過接受之後對地方創造有來一些特別的上進嗎 那清完之後大概創造的這種效益 第一個大概有可以創造一個8千人的一個機會 第二個就是依照金建會的評估 一個手冊當中的一個可以創造193億的這種效益 那這個是根據金建會 政府部門投資一元工建設可以帶動民間投資的外部消費 大概1.17元 那165乘1.17到193 這是在我們全國通用的一個極端公司 再來就是有個自廠性的部分 包括TIF 稅捐證 不要TOT 土地徵稅 這部分自廠性的大概有55億 其他還有可觀的一些觀光跟外部消費 那這部分應該是消費 還有另外就是沿線很多的土地開發 土地開發我們可以看到 像多共經貿園區 還有我們很多我們的重劃區 甚至205兵工廠之類的 都是很好的 我們都有通過 那我們會節二民間投資 把高雄的這種進步 還有其他各方面把它帶動起來 那尤其我們這條路線完成之後 那大眾捷運的路啊 在初步就完成 好 謝謝 好 謝謝